我喜歡的clady pore 先化底下 我首先塗了這個潤唇膏 因為嘴巴會很乾 我正在用這個SUEMURA的HARD9 有人說怎樣畫眉 其實是好看臉型的 基本上真的好看你想怎樣 譬如我今天想做一個無菇綠的 我不想那麼兇的話 我的眉就不要那麼粗 就想平一點 而且如果是面比較尖的人 最好是眉毛不要那麼粗 如果不是看起來面更是兇的 如果反而面比較圓的朋友 眉毛可能會有眉斥 因為平的眉 襯一個圓的面型 會顯得臉更圓的 接下來 就要用這隻gel liner 我這隻筆也挺神奇的 一拔 一拔 什麼都沒有 但套了下去之後 你會發覺 我弄到這個筆是這樣 很平 然後 我就 畫這個上內眼線 看不見到上面上內眼線 真的很酸 這樣上鏡頭真的不動開 可以維護大家 沒辦法 看不見到上外眼線 靜止在然 OK 接下來 我就要用這隻 Busquare的眼線 所有 smoky眼 畫眼線 一定要 幫自己的眼 打底 打底 有些人用高狀的打底 我就不太喜歡 用高狀 因為我覺得高狀的打底 很容易 感覺很厚 我就 prefer用 淺色的眼線 來 幫眼 打底 因為我本身的眼皮 有些色素 顏色可能會比較深 如果不打底 就這樣 塗 眼影 顏色 就 不是那麼 sharp 那麼出 會沉 一個 gray 我就這樣 略略地 掃一掃 怎樣塗 就塗在眼線 的位 這樣搓 搓到差不多 平常一些粉已經上色之後 就可以向上移動 這樣 用漸邊 這一隻 我就是我的化妝老師 Jonathan 記得介紹的 叫Artsnette 153號 Professional Paris 我就 塗一些深色的紙 輕輕 不太多 因為一多 就死定了 寧願你不夠色 你去加這個顏色 好過你一次過 你很大批 我通常我習慣 就是在紙巾裡引引人尖 然後呢 就在這個眼的尾上 開始 向這個方向 向這個方向掃 把眼影 塗上去 好像掃描 慢慢加 好過一次過 加太多 你又要再抹它 你的眼皮 就會抹乾 OK 好少 好少 10 OK 如果想令到鼻樑更加高的話 其實大家可以在這個位置 掃少少 比我們膚色更加深的顏色 當然也可以掃上紫色 但不要用深紫色 要不然就會看到好像 很舊式的電視劇 那些化妝 我們不要這些鼻樑 對嗎 這樣呢 我就 在這個眼線 把剛才MAC的Smoder 塗勻 好 好 如果想眼睛更加長的話 我在這個位置 然後呢 我們眼睛的三角這個位置 你可以 用這個 筆掃上一點點顏色 小心不要刺到自己的眼睛 在這個位置 看不看 看不看 輕輕地來回掃一下 就可以用這些 平均的 這個眼頭 這樣 浸一下 然後呢 然後呢 在這個尾上 也是 這樣 輕輕掃 OK 然後呢 這個位呢 這個眼尾這個位 也是可以用這個 黑色的眼影 輕輕掃 輕歪的眼皮 這個位置 你也可以 所以儘量都不要令到眼線 把這個雙眼皮 借光 因為你游到雙眼皮 黑了 即是黑了 它看不到有雙眼皮 這個是眼的開眼法 不需要去做手術 用這個黑色的眼影 這樣 不要向下 即是向上 一定是向橫 OK 然後這個三角位 再按一貼一貼 記得不要刺盲自己 小心點 看到沒有還是看到 是 就是這樣 我 husband 可以先挽當 cardi 大家記得 不要還卡住這個地方 一邊雙眼 底子 位置 有本來的 也是Z型的 也是這樣 Z型的 OK 金色一點 就給它一點光 就不會顯得 髮令紋那麼厲害 如果有什麼 瑕疵 接下來要掃粉 沒錯 因為大家看到我的臉 不然好像 油粒粒 好像考古學家 把粉 掃上去 這樣 撇開一點點 就完成了 有些人說 貼了之後會硬 是因為你貼得太入 你應該是貼在 看不看自己的 不要貼在太過接近眼球的份 上來眼線裡面 就完成了 你的蘋果肌肉 抹起了 自然就會 上色 上多一點點 最喜歡肥雞了 什麼來的呢 呼之側來 揮之不去 遊戲四個月真是麻煩 拜拜 再見